就是為什麼有個打臭的人呢? 我覺得他不算了 其實他本身都幾喜歡跟別人聊天 他不是扭扭扭扭的小朋友 所以叫他表演他都很恩言地答應 他的性格是像你還是爸爸? 其實一半一半 有些性格是比較像我的 可能有時會急一點 沒有那麼有耐性 但是又有些爸爸很細緻各方面的性格 其實都是混合 你會不會有些喜歡表演類的活動 或者喜歡做些什麼? 他自己很喜歡看書 他也會有興趣煮食 打歌爾夫球、Tennis也有興趣 都幾多方面 有沒有試過囝囝的手勢 第一時間給你吃? 他其實是有一個學的煮食 在學校那裡 帶回來的時候 我們說 哎呀好漂亮 真的做得很好 你快試一下 我們說 待會先 然後隔了一會 等他忘記了 吃了很好吃 因為我們覺得 因為小朋友做的 都要記很多顏色 他現在學一些越來越深的東西之後 可能我們可以有遲些 有望家裡有多個小廚師 會不會和囝囝一起在家裡下廚 親自下廚? 都有試過 譬如說做蛋糕 那些都會玩的 是呀 差不多成為每年一個指定節目 今年也會的 早前回到內地下廚師 是 古裝對於你來說 是否很無話的做事 其實我以前拍古裝 都很多機會拍 但因為今次是一個真人秀的部分 所以需要經常轉裝 由時裝轉古裝 所以時間都會比較長 所以跟以前拍古裝的經驗很不同 會不會都開心呢 又有阿鎮宇在 是呀 都很開心 還有我們的一段戲 都是用廣東話說的 覺得更加投入一點 兒子都有看的 是呀 小朋友 兒子都有看的 他都有很多問題 問回歷史的人物 為什麼會這樣 有興趣 是呀 那次拍了之後 你會不會都收回很多邀請 希望你拍戲 那些 都有邀請的 但因為 上一次 就是我第一次中秋節 不在香港 和家人過中秋節 去了拍 然後 然後 都很掛念他們 所以有邀請 但我都會很審慎去考慮 而且時間方面 我都不想離開香港太久 如果真的想打動你的話 有什麼是最重要的 嘉欣 我想新鮮感 還有我想合作的班底 還有沒有時間那麼長